这里祝每一个看到这一期的新手朋友们都可以拍出自己想要的片子 因为从这一期开始我会有针对性的做一些非常非常基础 但是又特别重要的基础知识给大家看 无论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拍摄水平 我觉得从头温习一下这一些在影视里面非常重要的理论知识 都是对你今后的拍摄是有很大帮助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讲的是景别 景别是在整个影视里面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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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的一个东西 因为景别它代表着镜头的基础逻辑语言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去拍一个人面部的情绪细节 那我们势必是要用一个特写去拍的 我们不能用一个全景去拍 也不能用一个中景去拍 那样的话这样的表情会给你一种情绪不够强烈的感觉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头把景别梳理一下 那景别在传统意义上只有五种 有一个口诀叫远全中近特 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 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远景开始讲起 远景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很远很远很大很大的景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远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那在远景当中呢一般是一个非常大的景别 然后你的拍摄主体在整个画面当中的占比是比较小的 那这样的话远景的作用一般是用来交代大环境 以及现在的一个状况 那在一组镜头里面或者是一个情节里面 首先一般开场是一个大远景 用来交代现在当下的环境 再往下继续的递进 那说完远景我们来说 第二个全景 全景跟远景其实有很多人是搞不清楚 那什么样才能叫做远景 什么样才能叫做全景呢 那一个标准的全景就好像这些镜头一样 它是一个从头到脚这样一个全身 刚好在你的画面基本上占满你的画面这样的一个构图 那全景的作用一般是交代这样的一个全身的人物状态细节 比如说它的服装 还有一些它身后 它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现在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远景的作用 那远景跟全景实际上中间是一个界限是比较模糊的 因为全景又可以分为大全景跟小全景 那大全景就是 人物在画面当中的占比不大 但又没有到远景那样的一个程度 就是这样 那关于远景跟全景呢 在实际的拍摄过程当中可以灵活的去选择 不一定非要拘泥于 哎呦我现在到底拍的是一个远景 还是一个全景 只要符合你现在拍摄的逻辑就好 那全景的作用再复习一遍 就是交代人物现在从上到下的一个状态 着装 现在正在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它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好下一个是中景 中景的构图就是这样的 中景呢它的标准的构图方法 一般是从膝盖的位置到人物上面 然后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比例 是在画面当中占绝大部分的 那说到中景 就马上就要来提一下近景 因为中近景中近景中近景都是放在一起说的 近景相比于中景呢 是从腰部的位置 基本上往上到头的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可以叫做近景 那中近景的作用 一般在影视里面会用作人物之间的对话 正反打时间 中近景的来回切换是非常频繁的 一般情况下近景可以交代人物 现在更详细的 他现在上半身在做什么动作 他的这样的一个表情的细节 以及他现在的一个人物的状态 是近景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但是近景跟中景一般情况下 都是放在一起用的 大家可以直接理解为中近景就好 那具体拍中景还是拍近景 需要根据你现在的拍摄环境的逻辑去界定 那中近景完了之后呢 一般是特写了 特写如果按照人的比例来划分的话 一般是这里脖子到脑袋 这个位置叫特写 那当然特写不仅仅限于只拍人 他也可以去拍手脚的动作 还有你现在手里的物品 你正在干什么 比如说鞋子拍照之类的 都算是特写 那特写的作用一般情况下 如果拍脸的话 就是交代强烈的面部信息 拍手的话就是交代他现在的具体动作 那拍你手中的物品 就是在交代这个物品 那特写他可以非常好的 把你要拍摄的主体从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剥离出来 那他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在里面 在特写上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大特写 那大特写以人为举例 一般就是拍眼睛 我现在手里没有这样的素材 因为大特写呢 一般是要用微距镜子去拍的 那当然我在实际情况当中用的不多 大特写的作用会更加强烈的去突出 他现在人物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那到现在远全中性特五个景别的基础讲解已经讲完了 不知道有没有对你的摄影有一定的帮助呢 那在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远景 是作为一个大景用来开场用的 远景之后递到全景 全景去交代这样人物的一个全身的状态 全景在递到中近景去交代人物 现在具体的信息以及他脸上的细节 那中近景之后呢 在递加到特写去突出他面部强烈的信息 特写在递近到大特写去突出他局部的某一个位置 虽然说景别看似很简单 但它却是整个影像语言的基础 那在后续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去继续讨论焦段对于景别的影响 因为你使用错焦段去拍景别的话 会产生反向的效果 那在这里的话 我建议大家如果最近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可以去把这些景别从头到尾都拍一点 那其他的内容就让我们在以后